入境油热度持续增长 政策利好加持 成效如何 大额刷卡 小额支付 现金都低 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越来越方便了 入境油市场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复苏期 入境油市场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复苏期 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这段时间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4月18日国家移民管理局书记显示 一季度外国人来华数量较2023年同期 增长超三倍 其中以旅游观光最多占到三成以上 来华人数较多的国家 既包括美国 德国 英国等欧美国家 也包括俄罗斯 越南等毗邻国家 以及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等 东亚 东南亚国家 来华旅游人数快速增长的背后 原因何在 在当下中国外国游客们 又会遇到什么样的精彩呢 这段时间 北京的旅游景点里 外国人的身影越来越多 德国游客格劳斯夫妇 是第一次来中国 他们对居庸关长城的美景赞叹 美国人的美景赞叹 哇 这真是不太大 太大 太穩定了 哇 我们完全感激 这真是美丽 格劳斯夫妇退休以后 一直很想来中国看一看 但因为一系列手续比较繁琐 所以一直没有行动 去年12月 中国开始对德国 试行15天免签政策 于是夫妇俩马上安排了这次旅程 他们还去了上海 苏州 重庆 西安等城市 既古老又现代的中国 给了他们很多惊喜 这历史的建筑 这种方式是建立的 这种旅程的清晰 这种旅程的历史 这种旅程的历史 是非常有趣 我们很惊喜 在你的车系统 这种旅程是美丽 不比较与德国 不比较与德国 它一直在时间 它是清晰 它很快 像格勞斯夫婦這樣 因為更便利 而來中國旅遊的外國旅客有很多 負責接待格勞斯夫婦的旅行社 今年一季度的入境遊客接待量 同比就有大幅度上升 可以用八個字來體現 叫開局良好 持續升溫 我們一到三月 實際上接待已經達到了兩萬多人 然後四月份實際上 就連續幾個千人大團 中國入境旅遊升溫 得益於旅行的便利度越來越高 而其中首要的 就是中國免簽的朋友圈不斷擴大 2023年7月 中國恢復對新加坡 文萊 持普通護照人員15天入境免簽政策 2023年12月和2024年3月 中國先後對法國 德國 義大利 荷蘭 西班牙 馬來西亞六國 和瑞士 愛爾蘭 匈牙利 奧地利 比利時 盧森堡六國 持普通護照人員 實行單方面免簽政策 2024年3月1日 中泰互免簽證協定正式生效 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數據顯示 今年一季度 累計簽發外國人簽證證件 46.6萬人次 同比上升118.8% 免簽入境外國人198.8萬人次 同比上升266.1% 入境流這一項數據來看 2024年的春節就恢復到了 2019年的九成左右 簽證政策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移民局發布了五項跟簽證 以及通關便利化有關的政策 比如說我們可以實行口案 加急簽證 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落地簽證 還有到一個地方可以有72小時 或者144個小時過境免簽 這一系列的政策 都可以讓我們遊客 更加方便地到訪中國 除了擴大免簽促進通關便利 外國遊客來中國後 怎麼保證他們在吃住行等各方面 都更順暢 更便捷 也是能否吸引外國遊客的重要原因 現在 針對外國遊客日常出行的 各項便利措施也在紛紛落地 我可以拿一杯咖啡 然後一杯麵糕嗎 在後海的一家咖啡廳 美國小夥瑪麗克買了一杯飲品 在線支付的方式 讓他感覺非常方便 你設定了也很簡單 我花了五分鐘 但是你設定了 每個地方都在同樣的方式 交易資料都在紛紛上 然後就這樣 馬利克是美國一家 電商企業的員工 這次來中國是要參加廣交會 順便在中國遊玩 這也是他第一次來中國 之前對中國的了解並不多 所以對這次旅行能否便利舒適 也有過擔憂 我實際上不知道什麼要想 我有點害怕 語言障礙和所有的事情 這也是一件事 在開始的幾天 謝謝 再見 不過幾天下來 在中國的出行購物等各方面的便利體驗 打消了他的顧慮 你一旦習慣了 就算不穩定 大家都不願意幫我幫忙 但是我們這裡沒有Uber 你們也有Didi 你們也有Didi Didi 這也是一樣的概念 有其他旅行服務 你怎麼喜歡 就說了 全部都很簡單 像北京一樣 現在在中國的許多城市 都對移動支付等一些 涉及日常生活的環節操作 進行了改進 外國遊客 也可以直接用境外卡 進行購物支付 使用轎車軟件等 大大的提高了 他們在中國旅行的便利度 在上海 現在許多出租車裡 已經設置了刷卡機 方便沒有手機支付軟件 或者更習慣於刷銀行卡的 外國遊客 它不僅支持 境內外銀行卡刷卡支付 還有銀簾 雲閃付 數字人民幣 扫碼支付等多項功能 車裡還有醒目的支付標誌 就是服務指南等 我覺得是很便宜的 使用這個很快 只要1分鐘 只要10分鐘 這個設備對我們駕員來說 就是說感覺挺方便的 因為它不用就是說去找零了 我們車上也備用著 這種零錢包 零錢包就是方便這些 外國城市付現金 現在相關部門 也正在對各項政策進行細化 更加有針對性 使用的措施也將陸續落地 在人民銀行等金融部門的支持下 商務部門 文化和旅遊部門 出台了相關的政策 我們現在在大額刷卡 小額支付 現金兜底的 這樣一些政策的促進下 外國遊客在中國消費又來越方便了 在過去的一年中間 密集地出台如此大力度地 簽證 支付 口岸的便利化政策 是前所未有的 這是我們的入境旅遊 快速復甦最重要的推動作用 入境遊持續升溫 吸引外國遊客紛至踏來的 不僅僅是入境和出行的便利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現在在中國旅行 各種新鮮的體驗感更加豐富 我們真的感覺像在地上 光谷光子號是我國首條 懸掛式空中軌道列車 它倒掛經溝的獨特外觀 大開度的車窗 透明式的觀景地板 組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而列車從出鋪啟動 到停車入鋪 全程自動化操作 充滿了現代的科技感 這裡成了外國遊客的 新進打卡地 它很穩定 比賽場地和遊客公園 和其他類似的禁止活動 和其他類似的 而在北京冬奧會比賽場地 首鋼園 有著全國首個無人駕駛示範區 吸引了不少外國朋友 前來嘗試體驗 有點震驚 坐在車上 它移動 沒有人在走 它有速度嗎 大概41公里 無人駕駛出租車 無論是加速 減速 掉頭 都很平穩 還主動避讓了一輛圍停車輛 這讓這位愛好科技和汽車的 美國遊客很讚歎 非常舒適 非常安全 非常順滅 非常順滅 我最終的問題是 我沒有唸中文 但是我做了幾次 我認為會很容易解釋 現在更多的客人來中國 想看到的是 中國所經歷的一個 欣欣向榮的這麼一種變化 他們經常在坐高鐵的時候 就站在我們高鐵 車廂前面的那個 顯示速度的那個視頻下 非常自豪地照相 你從這一點就能感受出來 他們對中國發展速度 這種驚嘆和羨慕 中國入境油升溫的背後 還有一個重要的 推動因素就是 國際航線的逐步恢復 這一段時間以來 為了促進旅遊和消費 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 各地各航空公司 都在努力恢復國際航線 取得了明顯成效 這次陪伴我父母來張家見 韓國有這麼一句話 一生一定要來一趟張家見 最近以來 隨著來自韓國的旅遊包機 常態化運行 湖南張家見成為 眾多韓國遊客的打卡 我們來自韓國紀州島 我們一個家族過來觀光旅遊的 張家見的交通太方便了 眼下張家見的韓式餐館 上座率明顯回升 一些飯店日營業額可達萬元以上 來自黑龍江的金東旭 年初開了一家韓式燒烤店 因為生意太火 店面一直在擴建 已經擴建了三個門面 正在裝修 馬上就裝好了 每天韓國客人的流量來說的話 一般一天大概有100多人左右 2023年4月以來 湖南當地積極推進韓國的航線恢復 已經恢復首爾 釜山等 直飛張家見的航線 韓國遊客只需三個多小時 就可以抵達張家見 今年以來 張家見往返韓國的航班 打300多架次 據民航局發布數據顯示 今年一季度 民航業國際航線完成旅客運輸量 1412萬人次 規模恢復至2019年同期的78% 越來越多的旅遊企業 包括酒店 旅行社 導遊 航空公司 這些供應鏈開始恢復了 對歐洲方面 對日本 韓國方面和周邊市場 這個恢復的已經很快 或者接近恢復到 我們正常年份的水平了 航班的加密就意味著什麼 海外的遊客到中國來 機票的價格就下來了 儘管入境遊在逐漸回暖 但是依然要看到 要想進一步持續推動 入境旅遊升溫 具體的景點景區仍然需要 繼續優化相關的配套措施 記者在北京天壇公園 遇到了來自比利時的 帕特里克教授 他通過15天的免簽政策 來到北京大學參加學術交流 順便參觀景點 但由於門票預約的問題 他最想去的故宮無法成行 到了北京看長城故宮 這是中國的一個icon 是我們中國的一個必去的地方 那麼萬里迢迢從歐洲 或者說從美國到了中國 沒有看到故宮 畢竟是一個很大的缺憾 專家預計 隨著簽證政策的繼續落地 旅遊便利化措施的繼續推進 和國際航班的進一步恢復 今年的入境旅遊 還會繼續復蘇 所以我們看導遊恢復了 餐飲店開了 外國人進來了 航空公司進來了 這塊我覺得就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現象 那麼在中央政府 這個簽證等便利化政策的 加持下 在地方政府和業界的共同努力下 我們感覺到入境旅遊市場 進入到一個快速的復蘇期 即將迎來一個理性繁榮的 發展的新時期 截至目前 中國已經和150多個國家 締結了涵蓋不同護照種類的 互免簽證協定 隨著更多簽證利好的釋放 入境遊預計將會繼續呈現 上漲趨勢 入境旅遊是展現國家形象 促進文化交流 提升國際影響的重要渠道 面對新的需求變化 競爭格局和發展形勢 推動入境旅遊持續繁榮 與長遠發展 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還需要著力解決 入境遊客面臨的痛點 獨點 卡點 弥合境外遊客 在中國各類生活場景中的 數字鴻溝 不斷豐富入境旅遊產品體系 提升入境旅遊體驗 感謝收看今天的《絕對訪談》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